修你们快看 我家门口居然站着一个小孩 谁家父母这么不负责任 孩子泡丢了都不知道 你好 我忘记带钥匙了 能进来喝口水吗 不过这大晚上的 给陌生人开门不太好吧 开门让我进去喝水吗 求救你了 哎呀 好纠结呀 不过这孩子看起来人处无害的 应该是个好孩子 那行 谁叫我乐于助人呢 来 快进来喝点水吧 我去 怎么突然进来这么多人 你们不会是来找我报仇的吧 哎兄弟们 赶紧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保护我一下呀 大死你个鬼祟儿 哎呀 Oh my god 兄弟们 你们还记得上次 我目睹的那起凶杀案吗 后来我配合警方 也是成功把这个凶手捉拿归案了 但是从那天以后 我家就老是有人在这偷窥 哎呀 糟糕 被他给发现了 哇塞 直接把我接购摄像头给砸了 难不成是那个凶手的同伙 来教我报仇 哎 这刚说完怎么又有人敲门啊 让我看看外边是谁 哎 一位和蔼可情的老太太 小姑娘在家吗 我迷路了 能帮帮我吗 这看样子好像不是刚刚的那个黑衣人啊 哎 但是 这老太太出门为什么会带一把菜刀啊 人老了 出门买把菜刀就迷路了 哎 你这带着菜刀出门还算情有可原 但是为啥你的这个拐杖像是新买的呀 料盘都没拆 管你锤子 这 总感觉这老太太有点可疑呀 哎 她兜里的这是个啥 我去 智能手机 你就不能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吗 年纪大了 我不会用啊 你能开开门帮帮我吗 好家伙 这老太太越看越不对劲 兄弟们 你们说我是开门还是不开门呢 觉得应该开门的扣一 觉得不该开门的扣二 谨慎选择呀 我的小命可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哦 给你扮明文文的 哎 我这考虑了半天 大晚上的 我们还是别给陌生人开门了啊 真的是个老六子 哎 我去啊 这才过没多久 怎么又有人敲门呢 这次来的是 一位小姐姐 有人吗 我手机掉了 来接个电话 这大半夜的 一位妙龄女子在我家门口 怎么想都不太正常吧 哟 哎哎你们快看 她藏在身后的 真是一把刀吧 出门太着急 忘记放下 还有你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 感觉像是刚刚哭过呀 我妈妈迷路了 我着急给她打电话 你妈妈迷路了 难不成刚刚的老太太是你妈 对对对 哎好家伙 那我是不是应该开门跟她说一声 她妈刚刚来过我这儿呀 阿姨你快点了阿姨 哎兄弟们快看 她胳膊上这衣服 好像是刚刚参加完葬礼呀 这明显是因为失去了什么亲人才哭的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而且从刚才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修前的这个项链 怎么感觉越看越熟悉呢 没记错的话 好像之前那个修手跟她戴的是通宽啊 这是我前男友送的 留着当个纪念 可以开门借我用一下手机吗 哎兄弟们 我怀疑这个女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手的同伙 哎兄弟们 觉得我说的对的请点个赞 我相信你们肯定都和我一样机智对吧 所以说这次打死我们也不能开门啊 这老六我真的服了 哈哈哈 哇你妈 没完了 怎么又有人来敲门 哎这次在外边的是 一个小孩 你好 我忘记带钥匙了 能进来喝口水吗 哎这小朋友看着还怪可怜的 哎那要不咱们先让他进 哎等会儿 哎小朋友 你这把鱼伞怎么越看越危险呢 我下雨天喜欢拖着鱼伞跑 就变成这样了 哎去 这到底是怎么个跑法才能磨得这么尖锐啊 还有 你这个手 这明显不是小孩的手啊 我在家天天帮忙做家务呢 手上都长茧了 哎这好像也说得通 但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这么小就有胡渣了呢 可能是我发育的比较快吧 这他妈是八岁 你也不信 我都不信 哎哎兄弟们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 这小孩应该是一个矮小的成年人假扮的 那让我再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是啊 这旁边怎么还站着一个人啊 看着打扮 好像是刚刚那个女的 你看错了吧 我旁边没人啊 开门让我进去喝水吗 求求你了 兄弟们 这小孩明显不对劲 看样子他们应该都是那个凶手的家属啊 所以这次咱们打死也不能开门啊 兄弟们 已经过去好久了 让我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在门口 我去啊 他们果然都是坏人 还好咱们刚刚没开门啊 哇 杀死宝宝了 杀死宝宝